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会去观察一下 我们家种的一些木瓜 我们现在种的木瓜有两个品种 第一个品种是母木瓜 第二种就是公木瓜 然后因为这段时间我们这里种的公木瓜比较多 因为公木瓜是我们可以取它的花 它的花可以做一些药料非常好 特别是可以治疗癌症 让癌症的细胞缓慢的发作 今天我们看这边 其实呢木瓜的作用有很多 现在它从它的根 然后其他的都非常的重要 好我们看这是我们家的一颗木瓜 然后我现在呢就是我看到了 已经有一些果子啊就是公木瓜的果 你看这边哈 在喝啊 有了公公花了 有公花可是还没有看到果 还有公花也是一样 它又是首先都会开放 开放然后它也有花蕊 才能结果的哈 好 最后就是啊 前两年我先擦种子的啊 木瓜啊 最后完全是先擦的啊 这是母木瓜了 好 好我们看 这公木瓜的果呢 什么样的形成呢 我们看这边呢 好 很简单啊 这样子 这样子 我现在哈 会把这些 啊 公木瓜的果养大 养大之后呢 会使用公木瓜成熟 之后呢 会起它的种子 好 好 它的子 好 首先是先把它养大了哈 现在都很小 希望接下来还还还有一些 和成型这果 好 首先是我们先观察了哈 为什么哈 它啊 能结成这样的果 也不是什么公花也都成这果了 好 这边是 母木瓜了 看一下这边 我看 我看 这边要有 四个哈 有四个果 在这边 在这边 这样子啊 这边 有些海虫 在这里 哈 其实这公木瓜啊 啊 只是 很少见啊 啊 因为啊 每一核都有不同的特点 然后在不同的状况 它又形成这 这种果 像这边我们看花很多然后很漂亮 可是都没有果 哈 没有看到果形了 啊 有一个哈 后面也有一个了 来 来一个 因为哈 我们现在很多人啊 都使用 公木瓜成熟的果 之后呢 使用它的枝 然后去鱼苗 然后它全部都会 会长 公木瓜的啊 我们会等到那时候 我会 来它 把它 分析一下 看 到底是不是 这个效果 好 今天呢 我的视频呢 就先分享到此而已哦 谢谢 谢谢